韓國瑜 24日高雄市長韓國瑜繼續第二天澳門的情感交流之旅 行程依然緊湊 上午先到賽馬會 然後去澳門大學參觀 由校長宋永華介紹澳大情況 隨後一行人去到中藥質量研究國家重點實驗室參觀 了解實驗室的發展情況 韓國瑜總結澳門行程時 表示爭賞澳門的社會福利 澳門政府對民眾的照顧以及關懷 我覺得也是很值得我們敬忠 基本上65歲以上的老年人 全部得到政府的照顧 18歲以下的學生 也得到政府全部學費上的照顧 這是很厲害的 我覺得澳門這方面非常好 與此同時 韓國瑜也希望未來能夠和港澳有更多交流和合作的空間 未來期盼澳門、香港和高雄之間 會有更多更炫爛的火花出現 更多合作的可能 感謝香港和澳門的好朋友 也祝福大家 謝謝 韓國瑜下午經燈濟碼頭轉往深圳訪問 繼續促進經貿及文化交流之行 謝謝 謝謝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